什么叫经纪人似的吗 其实我只是说 从小时候吧 一直就带他去上各种课外班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会喜欢什么 他的业约号 他的这个特长是什么 那么我就广泛地带他去学习 那你说一下孩子 报了哪些兴趣办 我听一听 唱歌 跳舞 长笛 骑马 围棋 然后游泳 冲浪 滑雪 海陆空 那他补课的时候你干嘛呢 我去健身 我去健身房 有时我会去唱歌唱 就自己唱一个 因为他上课时间 他补课 你可以歌 我去唱歌 或者我 是的 是的 在他这个成长过程中 也是给他的一个经历 学习这些课外的东西 我觉得对他正常的学习生活 都是有意义的 这种事你也吃力不讨好 但是有的时候 对家乡跟孩子的交流 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 你不能剥夺人家 自己生存的权利 对 这已经 很多的交流 对吧 现在是考高中是吧 初三 中考 这会儿你出来找工作干嘛 实现我自己的价值 你看啊 母亲的价值 对啊 妻子的价值 和职场人的价值 对 你怎么排布 我是希望我能这三个都能拥有 如果不能都拥有 必须有排布 必须有排布 那首先我要有我的丈夫 然后我的孩子 然后孩子 然后呢 然后我的职场 然后职场 那你就完全可以让你老公挣了钱 你在家里相夫叫子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我能权衡好工作 家庭 孩子 这是我觉得 这也是我的一个能力 你现在要求的 这份工作的岗位是什么 财务经理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吧 15k 你有想去的企业吗 没太想好 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 各个企业 在天津是不是有岗位 你平时不看非你 对 你没时间看 我 我挺爱看的 你有时间啊 你不是有时间就K哥的吗 我不是总会去K哥啊 你唱首歌我听一听 我一会儿那个 天上我有才我会唱歌 对对对 就因为唱歌 所以我穿了一个红色的 其实应该正常 应该穿职业装嘛 行 挺好 来 第一轮选择许贺利 还有四战战 我讲一下 因为我葵老师 刚才问的问题 她问你职场排序的问题 因为对于很多 有孩子的这个妈妈来讲 我觉得其实在 其实当职场和选择孩子的时候 照顾的时候都会 可能很多女性都会选择 把职场放后面 然后想孩子 孩子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 说这个想起了职场 我要再去 有自己空间了 但那个时候 你可能对职场上 你已经没有那种精力了 或者这个时候你又很纠结说 孩子还没有上高中 还没有大学毕业呢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状态还是 我担心的还是在于 你可能没有想清楚 到底重心在哪儿 我担心你的精力 不能很好的兼顾在工作上 杨蓉 其实她这个很明显的 你看她的简历 你就能看出来 她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柴物 所以她的话 对于工作 对于她来讲 我会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 是的 但是并不能说 用你的这种工作的 强度的要求来要求她 我觉得她站在 她本职位上来看的话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财务演员 我特别同意库尔特这句话 因为我们原来公司 也有一个这样的财务的经理 然后她也是孩子 有很多事需要照顾 但是她的选择就是说 那我如果是公司需要我 那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家做 她从来在这些年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一次说 我的工作因为孩子没有完成 她只不过是说 把她自己的私人时间 拿过来去完成一些 在公司因为孩子占掉的 这个工作 我觉得是可以的 来